彩虹T手环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彩虹世界 今天在彩虹世界里我们要教您做的是彩虹T手环 在做彩虹T手环之前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彩虹编织器设成这里有一个V字形 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要往你前面指 首先呢 我们要做这个边边 今天我们的边围要做彩虹颜色 所以你任何的彩虹颜色都可以 首先我们要拿一个彩虹颜色的彩虹圈 从第一个中间到第一个左边 再拿另外一条彩虹圈 从中间第一个到右边的第一个 现在我们拿另外 现在我们要用第二个颜色 这是比较浅的紫色 这是比较浅的紫色 从第一个到第二个 在左边 再拿一条同样的颜色 放在右边 然后下一个颜色 拿一条彩虹圈 放在左边 拿另外一条 放在右边 再换另外一个颜色 再换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就这样重复的动作 一直排排到最后面倒数第二个 然后再换上几色 再装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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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排到倒数第二个这里呢 最后一条我们要从倒数第二个的左边 然后刮到中间来 最后一个中间 然后拿另外一条从右边到中间 现在我们要做横的这个楼梯的颜色 这个楼梯的颜色我们要配合这个边边的颜色 现在在这一针呢 有一条下面一条紫色 上面一条红色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上面的颜色 上面这里是红色的 所以横的我们要挂红色的 现在我们拿一条红色的彩虹圈 从左边到右边 下面一条是粉红色的 看上面的颜色 所以我们拿一条粉红色的彩虹圈 挂在这里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重复这个动作 一直做做到最后这里 现在我们把中间的楼梯的颜色 排好之后呢 我们要回到圆点这里 我们要排中间的颜色 中间今天我们要用黑色的 一样拿一条黑色的彩虹圈 从第一到第二 中间这一排呢 就跟我们的单链手环做法一模一样 拿一条彩虹圈一直排 排到最后这一条 中间这上面的做法 就跟我们的单链手环做法一模一样 拿一条彩虹圈一直排 排到最后这一个 至少 پής烫尿 Candy 中间的适合 这是最后一条彩虹圈 中间的资格 你会在这个曲变人 中间的黄色的 像的颜色的 和我们的名字 中间的颜色的 空虹圈 然後中間這裡排完之後呢 最後一個拿一個黑色的彩虹圈 放在你的彩虹棒上面 轉一圈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上面有兩個小圈圈 然後把這兩個小圈圈 放在最後的中間這裡 那我們現在要把彩虹圈轉過來 這一個手環比較特別 所以我們要先把中間這個黑色的先連在一起 那它的做法就跟我們的單鏈手環一模一樣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有兩條深藍色的 有一條黑色的 然後上面有兩個小圈圈 這個是我們的cap band 那首先我們要下去 從cap band裡面進去 找到這一條黑色的 所以從這個cap band進去 然後把黑色的 就是上面的最後上面那一條 把它拉出來 掛到下面一個 然後往前做同樣的動作 把黑色的拉出來 把黑色的拉出來 掛到下面一個 然後繼續做這樣的動作 一直做做到最後一個 然後再做一點 做一個小圈圈 就完成了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圈圈 在這裡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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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锅完之后呢 我们要再回来 这中间下面这里有一条彩色的颜色是从左边到右边 这是楼梯的颜色 那下面这一条是蓝色的 我们上面再重复 再做一条同样的颜色 也是一样从左边到右边再把它盖上去 然后下面一条 下面这一条是什么颜色 上面就再放一条重复一样的颜色 然后也是一样重复这个动作一直做 做到最后这一条 那你把彩虹先放上去之后 可以把它往下压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连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等到你排到这里最后一条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要再回来 然后要把它连起来 连边边的 就连连看 一直连 连到最后面这一条 那做法都是一样的 拿你的彩虹棒 从最下面这一条伸进去 把第一条蓝色的部分把它拉出来 挂到左手边 然后一样 边边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 可以再进去 把它拉出来 挂到右手边 然后在这边边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下面有一条 我们从这边下去 把最后一条拉出来 挂到下一针 这里 然后一样 你在每一针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四条 然后把下面这一条 不一样颜色的 把它拉出来 彩虹棒要从这个横的 圈圈进去 然后把最下面那一条 拉出来 挂到下面这一个 把下面最后一条 拉出来 挂到下面一针 那我们一样 重复这个动作 一直做 做到最后这里 我现在稍微换了一个角度 这样我的手才不会挡到你的影片 等到你的镜头 然后等到你 做到最后这里呢 最后面这一条 也是一样 从下面这一条拉出来 然后挂到最后面的中间这里 现在我们要重复这个动作 回来这里 然后把左边这里也是一样 从下面一条拉出来 挂到下面这一个 然后一直做 做到最后这里 这个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慢慢做 做到最后 最后这一条也是一样 拉出来 挂到最后的中间这里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 记得回来double check 看看你有没有每一条都挂到 都挂完之后呢 把你的彩虹棒 从最后面中间这里 伸进去 拿一条黑色的彩虹圈 把他拉过来 把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现在两个彩 现在最后面这一条 我们要把他拿进来一点 这样才不会掉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轻的 把他拉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彩虹梯手环 那当然这个长度可能就不太够长 所以我们还要加延长线 那加延长线有两个方式 你可以像织毛线一样 用彩虹棒在这里把它加延长 或者是你可以用彩虹编织器 用单链手环的方式做延长线 然后把两个连在一起 今天在这个影片里 我要教你怎么用彩虹编织器做延长线 一样红色箭头要往外面指 拿一条黑色彩虹圈 放在第一跟第二 再拿一条第二到第三 那每个人的长度 每个人这个延长线的长度 是不一样长的 我的需要有九条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小朋友 比较小的手呢 可能就要短一点 所以你自己量一下 看你需要有几条 这个都可以调整的 无所谓 我现在有两条 然后三条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你把你想要的长度都排上去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我们已经做好的手链 这上面在彩虹棒上面有两个圈圈 把两个圈圈都挂在最后面这一个 然后你可以往前拉 把它挂到下面的这一个针上面 现在我们可以把彩虹编织器转过来 然后这一条因为我们已经有连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一边开始 把下面最后面一条 拉出来 挂到下面这里 最后面一条彩虹圈拉出来 挂到下面一个 然后重复这个动作一直做 做到最后这里 这里都做好之后呢 我们要拿一个扣环 然后就把它扣上去 记得要把两面都扣到 两条都扣进去 然后这个扣环就会 把它连在一起 要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拔出来了 可以轻轻的用手把它拔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彩虹踢手环 然后我们可以把另外一边 把这个扣环 另外一边 这个是圆圆两个小圈圈 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小圈圈 放在你的手 两根手指头中间 然后把它扣到扣环上面 这样两边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这样就是我们很漂亮的 彩虹踢手环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再回来看我下一个影片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Bye by bwd6